歡迎收看2004年 5月6號星期四的 娛樂百分百 歡迎大S歸隊 我們大家都很想念妳喔 我真的是半條命都沒了 我覺得妳已經在拍 動作片的偶像 就妳的現實人生 可不可以不要再拍動作片了 以後請大家叫我史特隆 妳說席韋斯史特隆嗎 女史特隆 我想要叫梁子瓊也可以 或者是范達美 尚克勞 范達美 有點過氣啦 也可以 因為我最近這幾天都是在台中 或是席哥 史蒂芬 席哥 在台中拍戲 然後還去一路上 龍 成龍 還有呢 蓮姐 或小龍 李小龍 不行 小龍已經有小龍 OK 我們現在言貴正傳 好 反正就是去台中啊 然後去日月潭 一路拍戲拍回來 然後就是拍了 沒日沒夜猛拍就對了 然後一路剛剛我就是 從早上拍完啊 中午就一路煞車回台北 然後就是憋尿憋得快死了 想說一定要趕得及百分百 然後妳也知道日月潭在山裡 好遠好遠 就一路飛飛飛飛飛 然後就眼看已經快到家了 然後我就是 哇 真的受不了 安全帶都掀擠了 想說等一下直接飛下去 然後就一路到家路口 然後就開過我們家路口那面墊 我就用餘光看到 兩坨毛茸茸的東西 我就說 回去 有兩個毛茸茸的東西 然後我們公司那個助理小陳 已經說 不行了 我已經不行要流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不行 流出來也得回去 結果一大轉彎回去 然後就看到 真的是有兩隻好小的貓咪 牠們就這樣子在路上這樣蠱動 然後就遠方就來一個休旅車 然後就這樣 一路衝 然後妳就看到四周路人這樣 牠這樣大叫 然後車還沒停 我就飛車跳下去 然後這樣 這樣大叫 然後大家就這樣尖叫 然後那個車就緊急煞車 然後那個輪子跟那貓就 那貓牠在前進一秒 那貓叫 牠正好在那輪子那邊 那貓叫牠就被撵過去了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立刻撿起來 把牠抓起來 然後如果我蹲下去的時候 牠如果壓下去 正好那肉都黏在我臉上 然後我就立刻蹲下去把牠救起來 然後路人都這樣 這樣嚇昏了 然後我一抱起來 然後手腳都在抖 妳沒有當場這樣跪下來 我就這樣 就是 我跟妳講痛苦一點 我一人把牠救起來 然後站在那邊 然後就這樣 手就這樣 手腳都在抖這樣抓那貓 然後路人都這樣 這樣嚇昏了 等一下 讓我重複一次 等於說 妳把那個貓撿起來的同時 那台車是緊急煞車在裡面 這樣 對 我就這樣子 一飛車下去就開始大叫 然後衝到牠面前 這樣擋下來 那我也可以叫妳喬斯 誰 Dr. Jones 也可以是Dr. Jones 對啊 法會騎兵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還披頭散把在車上睡著 然後頭髮就這樣亂飛散 然後就這樣在路上這樣擋 然後路人就這樣大叫 然後那歐巴桑還說 在那邊這樣大家都嚇慌了 然後我就抱著那個貓 然後還有一個姊妹 就這樣在那個旁邊停的路上 這樣子亂爬 嚇昏了 然後我們助理小陳 就把牠撿出來 然後撿出來之後 我們倆就又尿很急 然後又嚇昏了 妳們應該就當場 妳們想尿啦 就是嚇到就 妳知道 妳知道不是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害怕會尿褲子嗎 然後我當時所有尿都回衝了 已經都不想尿了 然後就當場吐了 對 就一邊吐 然後就是柔和的尿 這樣噴 也不想尿啦 就立刻就這樣 就感覺所有都衝回去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發抖 然後就抱著那個 一人抱一隻貓 我就說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我男友也是在那邊 然後這樣抓著貓 我們就這樣 我男友抱著 然後我助理就這樣丟 然後說不行 我要去殺尿 然後就跑去路邊殺尿 然後我們就站在路邊這樣 一直發抖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最後就送到醫院去 就一路已經來不及了 就一路飛車到醫院去 餵他們吃東西 然後檢查一下 就一路飛過來 我們是剛剛五點五十三分 才到達娛樂百分百 黃素梅可能還在心裡想說 這兩個傢伙八成會在家裡 磨磨蹭蹭不來上班 殊不知是大椅子見義有為 救了兩隻貓 甚至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輪子底下 你幫我拿一下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兩隻貓 你故事講完了嗎 我覺得那麼精采的故事 可以再多講一點 你看 然後這個貓 差一點會死耶 姐 這貓我就輕... 就把它帶到百分百來 然後看看有沒有人想養 其實我是滿想養的 但是徐媽媽剛剛已經養了 牠一直這樣不準養 因為我們家已經有... 有兔子跟狗 然後我就怕貓會吃狗 然後狗又吃狗 對啊 因為我們家已經有 兩隻兔子 三隻狗 然後一個媽媽 所以再養兩隻貓的話 可能會有點... 還一個媽媽耶 把貓貓也... 把貓貓也算進去 你抱小花 我抱小黑 你看這個小花 牠比較聰明 牠躲在輪子底下 然後這個小黑貓 牠躲到... 牠就是差一點被撞死 牠就是差一點被黏死 然後牠就很笨 然後鎖在那邊變一團毛球 然後我就一把把抓起來 其實我平常非常怕貓 沒事 我不會去抓牠們 可是剛剛那個情況真的好可怕 然後真的顧不了那麼多 就一把抓起來 好恐怖喔 如果你真的就沒趕上 然後這貓被黏死 不就是咒怨嗎 然後那個貓靈 就會一直跟在你後面 沒有看咒怨耶 你幹嘛跟我講 你看多可愛這兩隻小貓 然後剛剛醫生已經檢查過說 牠們是兩隻母貓 然後現在已經可以吃飼料 不需要再喝奶了 對 都非常可愛 你看現在吃飽了 還會抓人 對 醫生也說牠們兩個很可愛 就是健康狀況不報告 只說外形怎麼樣 可不可愛有沒有人想抱一下的 可愛壁了 剛剛我們在把這兩隻貓放在攝影棚 然後好多攝影師都圍過來看 然後那個我們有勁的小哥 就在這邊這樣看了好久說 好貓耶 看了大概長達十分鐘 然後最後結論是 我說看貓看了十分鐘 最後結論只是發現兩隻花色不一樣嗎 你看這隻小花很皮 然後牠大概已經嚇壞了 牠就一直縮 我抱牠的時候 牠就一直往我嘎吱我裡面鑽 為什麼一抱到東西就會想要這樣 想抖 對啊 我已經 我已經戒掉這壞毛病了 好想抖喔 吃 吃好乖 你看多可愛 所以如果說 有真的很愛貓的觀眾朋友啊 或是有同事看到想要養的話呢 就可以來跟我們聯絡 因為這兩隻貓 我們等一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家大大又剛開刀 先不能帶回家 你放心交給觀眾嗎 我真的很怕我們觀眾吃那種 三分鐘熱度然後帶回家 因為他發現貓不好 然後就把牠隨便亂丟 你看牠 你怎麼走鋼索 好...先讓牠們進來休息 多可愛啊 我好像就這樣一直抖下去喔 所以進去玩...乖乖 去 你看牠這小黑貓多可愛啊 這隻小黑貓跟我很有緣 我就是這樣子把牠救起來 然後牠就... 你看牠 牠也好可愛喔 你看牠 而且我救牠之後 痛啊 腰壞 牠抓我手掌 然後牠就... 我就抱著牠 然後這樣一直發抖 然後牠也一直發抖 然後牠就抬頭這樣跟我對抗 我也跟牠對抗 然後兩個人就一邊發抖 一邊對抗 而且我們剛才把這兩隻貓 送去獸醫院的時候啊 之前你救的那隻貓 大頭 還在那邊咧 結果現在你又救兩隻貓 而且其實我根本就怕貓 對啊 你本來不是怕貓的人嗎 可是沒辦法啊 你說那是不是一種緣分 就是老天爺告訴你說 你差不多該開始吃貓肉 沒有啦 可愛啊 怎麼會這樣一個怕貓的人 卻平平救了貓的命耶 對啊 然後我就在四周找牠們的媽媽 都沒有找到 我想可能是死掉了還是怎麼樣 因為一般母貓 不會讓小貓這樣子亂跑 你知道因為大人 其實實在救過太多動物 像以前的松鼠 然後後來上次那隻貓 還有這次兩隻貓 然後我都懷疑 其實那些動物 根本就是有人養的 然後我就去把牠搶來 對 為了疫情 想要把自己塑造成 多有愛心的心 這樣一直搶人家動物說 我已經撿到一隻了 然後主人在後面一直說 我的 回來 我每每都是冒生命危險耶 而且搞不好他們的媽媽 只是出去撒個鳥 回來想說 我小孩子不怕貓的嗎 來幫我們照顧一下好不好 對 好可愛 這兩個小貓 所以觀眾朋友們想要的話 你看多可愛 你們可以傳真進來看看啦 然後 對 但是一定要你本身很愛貓 因為我之前撿到那個大頭貓王 然後那醫生因為太愛牠了 然後本來我們已經找到有人要養 可是醫生很愛牠 然後就說牠要養牠 就是救回來之後 牠大概覺得撿回一條命 然後就非常的不怕人 牠一吃飽之後 就立刻躺在籠子裡 這樣仰天躺著睡 對啊 然後所有人過來 他就跟牠撒嬌 每個人抱牠 不管抱多久牠都不跳走 那隻貓牠就一直在冒充狗耶 因為只有狗會這樣子好像 牠就躺著睡 然後每個人抱牠 牠這樣在裡面滾 然後就每個客人 每個來醫院帶狗去看的那個 客人都非常喜歡那隻貓 對 然後醫生現在就捨不得牠 就想要自己留下來 反正如果你很愛貓的話 你可以試著傳證進來看看 然後我們會看你的筆跡怎麼樣 因為怎麼送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我們家也養不了貓 我們家已經三隻狗 兩隻兔子了 我超想養那隻貓的 什麼東西 會篩選一下嗎 還是說我們公司 有些同事如果想養的話 也可以來跟我們聯絡 不然就把兩隻送給 那有敬的小哥 然後好好研究貓的花紋 到底插在哪裡 仔細研究 是會被妳找到相同的地方嗎 對 搞不好一年話說 我跟你講喔 真的連斑點都不一樣 我皮被抓破了 好啦 總歸一句話真的是 給大S一個愛的鼓勵 又來 我只能說妳就是一個活菩薩 妳就是一個活菩薩嗎 沒有 我覺得我就是希特勒 妳會不會譬如說 哪一天就突然就是 在房間化工 然後整個人就騰空了 因為妳知道 已經要升天 我不行 因為我怕高 嚇死我了剛剛 我剛剛一路抖了 連在殺尿的時候 都驚魂未定在抖 那妳尿到底尿了沒啊 尿了大概兩分半 等於說現在還有 不是就是我一坐上去之後 就這樣尿了兩分半再停止 要是我一定就索性 當場一邊舊貓一邊就尿了 真的尿不出來 全都往回衝啊 我可以